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市长刘洋 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城市都一蹦着一条河流 就如同泰晤士河之于高雅的伦敦 塞纳河之于浪漫的巴黎 而流经过京都的鸭川也塑造了这座千年古都独特的气质 今天市长就趁着这个樱花祭带大家逛一逛鸭川 跟大家聊一聊鸭川的故事 造访京都之前可能没有人会太在意鸭川的存在 不过是一条河嘛 可是但凡到过一次这城市的外来者 后来只要再听到京都二字 眼前立刻会浮现起鸭川的样子 无论是四季晴雨日升日落 永远以一种最为平缓的姿态流经这城市的心脏地带 有河流的城市和没有河流的城市总是会呈现出全然不同的气场 在东京亦有鱼天川值得热爱 但它毕竟稍稍远离了城市的中心地带 像一个刻意要躲开热闹的旧影 而鸭川则不一样 鸭川是安静的 却又无时无刻不处在热闹之中 自北向南成为这座城市的一条中轴线 只要在京都随便走两步 定会绕到它的面前 与其他城市的河流最大的区别在于 京都跪在四面有山 全无高层建筑 无论站在三条大桥 还是我们后面这个四条大桥 还是五条大桥上 都能远远望见河流的尽头 起伏着千细的山线 水子山明之上 天空永远开阔 十年前社长初次邂逅鸭川 还是游客的身份 彼时正值盛夏 四条大桥西侧的仙斗厅搭起了纳凉床 一行人便挨家询问过去 也想凑个热闹 吃了好几次闭门羹之后 终于寻得母家尚有空位的 盘腿坐在了露台上靠河边的位置 回想起来 那算不上便宜的会席料理绝不美味 只是当场景变成了纳凉床上 晚风十二席来 对岸花花绿绿的灯光映射在河面上 令这国际观光都市 突然回归了小城的生活感 酒倒是喝得非常愉快 看过半泽石树或者是名侦探柯南的朋友 应该都见过这种鸭川的纳凉床 鸭川的纳凉床并不是床 而是从木造厅屋的二楼搭出去的一个榻榻米的露台 不少餐厅夏季都会搭设 客人们可以坐在上面用餐喝酒 鸭川的纳凉床 只在每年的五月至九月期间限时登场 时间与京都湿热的夏季吻合 归功于来自鸭川河面上这个自然风 鸭川的纳凉床便成为了成凉的好去处 和指缘记还有五山送火 一并成为京都夏季的三大风物师 江户时代的画师安藤广虫 有一幅名为四条和园西凉的服饰会 画中彼时的人们在河岸上搭起低矮的平台乘凉 以出显现出今日纳凉床的雏形 有僧人坐于台上畅饮 有意计表演助兴 这附近便是指缘 便可猜测纳凉床也曾是高雅风流的场所 在著名小说家《万城墓穴》和《森剑登美宴》的作品中 鸭川也常常登场 且屡屡被赋予魔幻色彩 《万城墓穴》在描绘京都的代表作《鸭川荷尔蒙》中 提到了《天下三大不如意》 指的是脚尖的冰冷 男人的心 以及鸭川等间隔的情侣 说到鸭川等间隔 懂的人便会会心一笑 这个词绝对可以入选京都黑化词典了 在三条大桥到四条大桥之间的鸭川西侧 尤其是夏季 总是坐着一对又一对的情侣 不分昼夜 仿佛约定俗城式的 自然地保持相同的艰巨 无论是先坐下的还是新加入的 无一破坏规矩 京都大学不乏脑回路奇怪的研究者 专门去计算这个等间隔 最后煞有其事的得出结论 三米 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三米 也有一些文化分析者说 之所以保持着微妙的等间隔 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距离感使然 既想拥有说悄悄话的私密空间 又要保证不打扰别人 但鸭川等间隔之所以成为 人们喜闻乐见的一景 还是万城墓穴的一句话泄露了天机 日本的情侣很少在外面亲热 所以像那样堂堂正正让人看到亲热的风景是非常罕见的 等间隔这道风景足以让单身的年轻人抱有挫折感和憧憬感 我们现在从鸭川的四条大桥往西走 恰巧社长也最近刚刚在这边开了一家牛肉面 我们的干篮牛肉面从四条合园厅的车站站口出来 十秒钟就到 跟我一起查一下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十秒钟就到了我们的干篮牛肉面 何元厅本店 从鸭川的四条大桥走过来 我们就走到了一家回转寿司店的门前 这家看似非常普通的寿司店 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这里其实是大名鼎鼎的晋江屋遗址 看这上面刻着板本龙马 中刚圣太郎遭难之地 日本的明智维新之前的著名革命活动家 板本龙马就是在这里被暗杀的 板本龙马在日本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 没有他就没有长州和萨摩的同盟 也就没有之后推翻幕府的革命 和将政权归还天皇的大政奉还 简单来说 没有他也就没有了明智维新了 另外他制定的传宗八策 也成为了明智政府的基本方针 打个比方 他在日本的历史地位 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孙中山先生 记得社长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还略有些惊讶 照理说 板本龙马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被害的地方 怎么也得建个纪念馆吧 就这么样一个小牌子 不会太随便了吗 不过社长后来就释然了 京都是有历史感的地方太多了 哪能都围起来纪念呢 走前面还有呢 我们再接着看 咱们现在就从这个板本龙马呢 纪念碑往本能寺这个方向走 正好路过高瀡川 实在太美了 社长不得不慢下脚步来 来欣赏一下这个风花雪月 来吧 来吧 好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本能寺 法华宗大本山本能寺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 那边的碑上还刻着 郑一位知田信长公玉庙所 没错 历史著名的本能寺之变 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知田信长是日本战国三节之首 也是日本战国时代 第一个有可能统一全国的豪杰 然而1582年 知田信长于京都遭到家臣 明治光秀的叛变 被逼在本能寺自杀身亡 也正因为他的遇害 他手下的风尘秀吉 才有机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最后一同日本成为了天下人 在这里发生的本能寺之变 算得上是日本历史上 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我感觉到像有一幅画卷 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仿佛能看见1582年 那个初夏的早晨 在我面前的这座寺庙里 燃起似乎要吞没一切的大火 在这冲天大火中 那个被认为是超越了 时代的信长公转身走入内殿 日本的历史也从此改变 这正是社长喜欢京都的原因 只有在这里能够告诉别人 为什么日本会是现在的日本 这个地方集中了历史上太多的东西 从取法大唐时的佛教的影响 到战国时代的内战不休 再到终于摆脱封建制度的明治维新 历史像地层一样 一层一层的堆积在这座城市之上 只有在这里 你才能真正的活在历史当中 和历史对话 这样的诱惑对于社长来说 真的是毫无抵抗力 在那朝阳下平缓流淌的河水里 埋藏着多少写进日本历史的大事件 或壮阔或悲情 当事人或是毅然赴死 或是草草而亡 若要细细追究 便会意识到 就算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善终仍然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生与死在日常中交汇 这便是鸭川了 她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Sorry sorry 她才不是一条没有故事的京都母亲河 而如今发生在鸭川沿岸的故事 大抵是平淡的 慢跑 骑车 午睡 读书 在商店街买一盒豆饼 坐在河边慢慢吃掉 将热腾腾的咖啡装在野餐篮子里 晒着太阳度过午后时光 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做 却是只有京都才能享受的略微奢侈的日常 村上春树的快乐是沿着鸭川慢跑的愉悦 当她被问到三个印象深刻的跑步场所 她的回答是波士顿的查尔斯河畔 纽约的哈德逊河畔 以及京都的鸭川河畔 此事令京都人颇为自豪 近年连不动产公司也打出广告 该物业位于村上春树热爱的长跑路线上 村上春树只要来京都 一定会沿着鸭川慢跑 固定的路线就是从这里的三条大桥 一直往北直到鸭川三角洲 也就是初亭柳 很多个春天这也正是社长的赏鸭路线 此时的鸭川正是最美之时 两岸的燃井戒鹰如散盖一样铺开 沿着河堤一路延展 穿行于这条樱花的隧道 仿佛进入了二次元的世界 在日语里观赏樱花有个专有名词 叫做花剑 也就是哈那米 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 那个时候日本的贵族们醉心于大唐文化 看到唐朝的文人雅士们赏花饮酒 吟诗作对 就觉得非常的风雅 于是便把这种习俗引进到日本 成为了日本所谓的花剑 其实最初日本贵族们观赏的是 从中国传来的梅花 当时的短歌亦有不少引诵梅花的诗句 樱花真正开始在日本的贵族圈 流行开来是在平安时代 日本人发现樱花的品性和日本人的精神更为切合 樱花花开花谢前后十天 在极短的花期中努力的绽放 正是人生该有的态度 宛若中军奉上的武士 只在最为绚烂的时候 繁花落尽 化为尘土 自此 中国的梅开始被日本国产的樱所替代 赏樱逐渐成为主流 花剑也成了赏樱的专有名词 描写平安时代贵族生活与文化的原事物语里 就有大量对赏樱的记载 向开 谢谢 远方的山影清澈的河水 点缀了樱花的粉色 在春季的鸭船边散步 真的是太惬意了 沿着鸭船一路向北走 就到了鸭船的一个地标 也就是鸭船三角洲 这个鸭船三角洲 是鹤茂川和高野川的惠流之处 横跨这个三角洲的鸭船跳石 就是这一排 是到访京都必来的人气景点 社长不知道跳了多少次了 与万城墓穴有着铜窗之仪的森剑灯美艳 曾在访谈中说 他在某个天光微亮的清晨 走过鸭船三角洲上方的鹤茂大桥 远远看见有个古代人 骑着一匹白马过来 他大惊失色 顿时有一种不知今夕未何夕的穿越的感觉 终于定下神来才意识到 哦 原来今天是指缘季啊 京都就是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地方 大多数时候啊 它处在一个极为平淡而普通的日常中 但其中又有被其他城市视为非日常的景象 这些景象呢 绝不会出现在京都以外的任何一个城市 说回鸭川三角洲啊 这里的背景是下鸭神社的鸠之森 京板电车和瑞山电车也在这里换乘 水面上有巨石 少男少女们踏着那些乌龟或者飞鸟造型的石块 越过河流 身形轻快 姿态优美 照理说隔壁的大阪才是真正的水之都 但是大阪河川虽多 却多用栏杆隔开 单纯作为水路要道出现 与居住者呢 有距离感 而鸭川和京都居民的关系啊 是亲密的 岸上散步啊 钓鱼的人不在少数 每到樱花记忆这里的岸边 就能看到许多赏鹰的人 围坐在草地上吃便当 等到天气再暖和一些啊 还能看到迫不及待下水捉鱼的人 再到盛夏尾声时呢 武山送火当天 鸭川三角洲也是观看大文字送火的最佳地点 我去过一次啊 下午三点开始人山人海 终于在河边坐下呢 和当地人一起喝着啤酒 等待着天色渐暗 当远方山上的火把依次亮起 人们竟然欢欣鼓舞的 齐齐的鼓起掌来 这也是京都的特色之一啊 前些日子读鸭长明的方丈记 开头写道啊 浩浩河水奔流不绝 但所留以非原先之水 河面淤塞处 饭浮泡沫 此消彼起 骤陷骤灭 从未久至长存 世上之人与居所啊皆如事 这段文字里的河便是鸭川了 从鸭川的水流中感触到随时间变换的 容枯盛衰 也是只有在经过漫长历史变迁的京都 才能被激起的共鸣 人生就像鸭川的水一样 世间主行皆于无常之中 有的人懂得了便心生感慨 在眺望鸭川流水的同时啊 不忘记世间万事总是在变化之中 这就是京都人的本质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 我是市长刘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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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